週三,紐約警方公佈了監控畫面 尋找涉嫌在布布克林、布洛斯和皇后區的自助洗衣店 犯下40宗入室盗洩案的多名嫌疑人 自3月以來,這些嫌疑人至少在布布克林區 犯下三宗入室盗洩案 在布洛斯區犯下9宗 以及在皇后區犯下29宗 據警方稱,他們往往在夜間作案 經常通過破槍進入店舖 嫌疑人盜竊了投幣機、商品以及各種財產等 事發後嫌疑人駕駛中有被盜車牌的汽車逃離現場 警方呼籲知情人士撥打紐約警局Crime Stoppers熱線 電話800-577-8477提供線索